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,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 徐凯的韩婷霸总背影《杀太迷人》,网友晒出自家老公,哪来的自信? 最近热播的新剧《你比星光美丽》简直犹如一匹黑马,直接杀出重围。 热度甚至超过了杨子主演的《长相思2》,在热播榜单中一直稳坐第一名的位置。 这部剧的火爆,离不开演员精彩的表演,特别是徐凯饰演的霸道总裁韩婷,更是深的观众们的喜爱。 徐凯的霸总开辟出了全新的一条路,网友们纷纷感慨,帅气冷酷温柔不油腻的霸总终于出现了。 徐凯饰演的韩婷真实让人眼前一亮,起初看剧情的时候,是拒绝观看这部剧的。 又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俗套剧情,印象中,男演员饰演的霸道总裁都极其地端着。 故意耍帅,一举一动都极其刻意,简直就是King中的王中王,让人觉得十分的油腻。 即使是五官优秀,盘量调顺的杨阳,演起这种角色都能有油腻感。 所以这种角色看似简单,但是掌握的度却极其微妙。 而徐凯却着实演活了全新高度的霸总,个人觉着韩婷这人。 物纯粹是靠徐凯认真琢磨正确理解,家用心塑造财力柱的。 他呈现了一个相当落地且具象化,有大格局又有个人野心,有雷霆手段却又不失默默温情。 各种真实情感能够自如并微妙转化,同时从始至中人物内核稳定一致,不会前后割裂冲突。 更不会人射飘荡在半空中散落成八百个互不相干的碎片,有血有肉的霸总。 无法想象换成其他演员那会是多么灾难,就剧里面这个角色的很多台词和表现。 甚至是很多眼神戏,稍有不慎,就油腻成什么样不敢想。 但是徐凯饰演的韩婷就恰到好处,牛而不由,他的表现可以说是那愚中霸总的神。 徐凯这188的身高,盘亮条顺气至佳很仰眼,迷倒了万千妇女,特别是韩婷的一张背影照片。 更是成了经典,宽肩窄腰大长腿,完全就像是从漫画走出的人物。 这时候,也有很多女人开始晒出自家的老公,与韩婷的背影进行PK。 看了这些女人晒出的自家老公背影照,就真的理解了什么叫做情人引力出西施了。 网友们的评论更是经典,差点笑死在评论区里,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,这些网友们老公的背影杀吧。 这位姐妹晒的自家老公,着实笑坏了一众网友,本以为和韩婷打PK,怎么招野的宽肩窄腰大长腿类型吧。 没想到这位姐妹不走寻常路,晒出自家老公的背影照是这个样子的。 先不说身材吧,就这个短裤是谁给提这么高的啊?卡不卡啊? 一个短裤都能当抹胸穿了,这姐妹走得逗比风,笑坏了一众网友。 呃,不好评价,只能说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,这身姿着实是有点妖娆了,这位大哥风韵有存啊。 这姐妹晒出的老公背影照引来一片赞叹,看看这宽肩窄腰大长腿。 更要命的是这身制服更添魅力,网友们纷纷评论这位姐妹吃得真好。 这个确实喷布了,身材这么板正,着实让人羡慕极度恨了,这个背影可以在晒老公背影中排第一了,帅诈了。 姐妹你怎么也吃得这么好?真的不怕消化不良吗? 这个真喷布了,下一个。 这位姐妹晒得自家老公信心满满,还把徐凯的照片放在一起做对比,啊,挺有勇气的,其实你老公单独发出来就还好。 但是非要把徐凯照片放在一起对比,这一下差距就出来了,左面细腰大长腿,右面身材55分。 看来这位姐妹对自家老公着实是有点太自信了。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,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,这位姐妹的老公一看就是会哄人,开心的开心果。 虽然没有大长腿,但是和有趣的人在一起才最快乐。 以上几位看到韩婷背影却晒出自家老公背影来打PK,你觉得哪个背影赢了?